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的时候也没人会考你 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难记的 一个方法那么老长 一个方法那么老长 解决的问题极其简单 咱们把这个东西听懂了 掌握了 咱们会封装成一个方法 把这个方法放到咱们一个本地的一个.gs文件里面 作为咱们的一个gs库 以后咱们要用的时候 你在那块写好备注 用的时候咱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块讲的东西 都是以后咱们实战操作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跟考试关系没那么大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以前那些语法 钉是钉 某是某 你必须得记起来 背也得背起来 这个东西我提前跟你说 你可以放松一下 能懂我意思吧 听懂就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块讲的东西看 这几页 一页 两页 三页 四页 五页 六页 不是 一页 两页 三页 五页 五页的东西 这五页的东西讲的都是基本上一个概念 求这个屏幕尺寸的宽和高 求这个滚动条在哪里 求这个滚动条 S轴的坐标和Y轴坐标 基本上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 能懂我意思吧 边边角角 不是那么难啊 录像了啊 行 咱先看这部分知识啊 讲完这部分知识之后 今天还有一个知识 就讲这个间接操作CSS 脚本化的意思就是操作的意思啊 来吧 DUM的基本操作啊 其实这块说DUM有点不太准确 应该说是BUM 但是无所谓了 咱也这么看着吧 第一个是查看滚动条的滚动距离 就是咱们现在页面啊 有的时候页面它会有滚动条 有的时候呢 咱们还真的需要这个知道滚动条 到底滚动了多少 比如说正常一个可以滚动页面 是滚动条咱滚不动了500像素啊 还是滚动了400像素啊 什么叫滚动了500像素 就是在第一屏的基础上 又多加了400像素的屏幕吧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你要不过第一屏的话 不可能用这滚动条 对吧 来看一下吧 这叫第一屏对吧 我要是不动的话 假如说第一屏这个信息 你能够掌握得了的话 你不动 就是够你用的话 你也用不着滚动条 除非你说第一屏 我看东西还不太够 我想往下看一看 是不是才用滚动条 比如说从这往下滚 能看到这滚动条吗 侧面这个 能看到吗 在右侧那滚动条 我这个显示的比较细在这呢 就是当你第一屏不够用 你往下滚动的时候 才叫滚动条滚动距离 比如说从这到这 滚动条可能滚动了100像素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整个屏幕 第一屏不够用了 才滚动100像素 这叫滚动条滚动距离 咱们接下来叫球的这个东西 就叫滚动条滚动距离 它有很多种球法 为啥说很多种球法 其实你说这个东西 一个功能应该就对应一个语法 就可以了 这块恶心就恶心在 它兼容性不好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去背它 背也没有用 只是理解一下就行了 正常方法就是在 除了I19以下的这些个浏览器 就是W3C标准的这些浏览器 就是I18和I18以下的 也包括就是I19的一部分 这块人没写I19 就有的I19它支持一部分功能 有的I19 就是I19浏览器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浏览器 咱说I19以上完全支持W3C标准 I19以下没支持W3C标准 就是部分不支持 I19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支持了一小点 但是更多的是没支持 所以你不好说它是支持了 还是不支持的 能懂我意思吧 只是拿它作为一个分界线 I19以下 那是没有特别好的 遵讯W3C标准的 换句话说 它按自己个性来的 I19以上老实了 I19是个过渡版本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块写的时候 不要产生太大的这个 不明白 所以我写的是I18 级I18以下 这个咱先不用看那个 咱说这个 window.pagexoffsets和window.pageyoffsets 这是window上的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就是求滚动条滚动距离的 哪些个版本浏览器能用 I19以上的能用 能听懂我意思吧 I19以上能用 再试一下 比如说咱们这个浏览器出现滚动条 有啥好的方法吧 我就想让它出滚动条 纵向的滚动条 不用横向的 这BH你乘就完事了 对吧 乘100 来咱们这个看一下 来瞅瞅啊 这右侧的 看着了吧 这是不是就有滚动条了 对吧 这样有滚动条之后 我们就可以求 就可以求 比如现在 把它回归成正常的 发信一下 我的滚动条 现在最上面 对吧 说明这个滚动条 现在没滚动 没滚动的话 我求一下window.pagexoffsets 回车 它给你返回的数值应该零 对吧 也必须是零 因为球是x嘛 对吧 从来啊 应该是y对吧 y也是零 咱没动对吧 比如说把这个滚动条 往下挪了一挪 然后此时此刻 我再掉这个属性 一回车 它是不是就 给咱们一个数值了 这个数值 它的单位肯定是像素 但是它没把这个像素 给咱们返回出来 它只是返回这个数了 对吧 我再往下挪一挪 再往下挪一挪 挪到最下面 你看看啊 是不是1926 它返回这个数 就是滚动条 滚动了1926个像素 能懂我意思吧 滚动条滚动1926个像素 那现在问大家问题啊 比如说现在 我的滚动条 往下滚动了400像素 就是说滚动条 往下滚动了400像素 那我想让大家求一个问题 从咱们的浏览器的最顶端 到滚动条滚动的这个位置 一共有多少个像素 是不是400像素的加手平像素 因为滚动条滚动的距离 就相当于多挪出来的距离吧 对吧 换句话说 我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这么说 滚动条滚动了400个像素 此时这个屏幕的底端 距离这个网页的最顶端 那个像素 是不是还是刚才咱们没求吧 比如说滚动条滚动了400像素 那这个屏幕的最底端 距离整个网页的最顶端 是不是应该手平加那400像素 应该最长对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咱们往后会经常求的一个问题啊 先给大家起个醒 然后求横向的这个滚动条滚动距离 就是配置X of Z 横向的滚动条咋出啊 有啥办法让它出吗 比如咱可以写个DIV 让这个DIV的宽度 肯定超出这个屏幕的宽度 它肯定就应该是有横向滚动条了吧 比如咱写个可视的 有个标签叫H2 大家记住吗 H2标签水平线对吧 咱说的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现在用一下它 给它加1万像素 1万像素的话 它肯定很长了对吧 是不是这个线 所以这个线很长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横向的滚动条 因为它把这个屏幕会拉长嘛 横向滚动条我滚动一下 大家看一看啊 能看到吗 可能投不出来对吧 投不出来啊 反正有滚动条啊 看不着空间就相信我吧 行了 行了 肯定有这个滚动条 横向咱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往前说挪挪挪挪挪挪 挪行放了吧 放了吧 总管了 window.page x of z 一回车 这是横向滚动条滚动距离 由于它长是非常长的 1万多 所以我滚动力点可能是5000多了 我滚动一半了 所以这是求这个横向滚动条滚动距离啊 本质上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 记住就可以了 但是它恶心恶心的 它i18和i18以下 它不能用window.page这个方法 那i18和i18以下用的是啥呢 有另一个方法啊 叫document.body 点这个scroll left和点这个scroll top 咱看一下吧 咱看一下 比如现在啊 咱现在 document.body 点scroll 点scroll left 回车 和window.page x offset 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吧 就是i19以下的这个方法 叫document.body.scroll left 求的是横向的滚动条滚动距离 然后对应的document.body.scroll top 求的是纵向的滚动条滚动距离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还没完啊 听说还没完 这为啥说咱们这个谷歌浏览器都能用 谷歌浏览器的版本非常高 所以一些基本上之前历史上能用的方法 它都能用 所以拿它来调试的话是最好的 要不然咱们怎么去选择它用来调试工具呢 它多好使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 left scroll top 咱再试一下 看这有没有 document.element.scroll scroll left 这是零 这是零 那doscroll top呢 它也是零 它也是零 这块大家看一下吧 具体为啥是我没给它讲的非常清楚 i18 听我说 i18和i18以下 它的方法是这样的 i18以下的浏览器 它支持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document.body.scroll scroll scrolls滚动条 意思 scroll left 或者scroll top 还有一个呢 Document.概 document.element document.element 是不代表这条条包 对吧 是昨天讲的 代表这条条 Crystal 代表这条条os吧 也是scroll left 或者top 说刚才咱们试的是 cowで这个好使 是不是一个document.element 的这个包使 对吧 所以证明了什么吗 所以啥都证明不了 听我说啊 这块有个兼容性混乱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浏览器 就这两个方法 到底在哪个浏览器上好使 这个东西是没有定论的 比如说IE8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IE8上 它好使 有可能IE7就它好使 IE6可能它好使 IE5可能它好使 IE4可能它好使 那没有意思吧 就是它两个都是IE8和IE8以下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具体是哪个浏览器的 由于兼容性特别的不好 咱们不用去记 那咱们怎么去用呢 你说这个东西记不住 咱是不是就没法用了 也不是它俩个规矩特别好玩 它俩的规矩是什么呢 在任何一个浏览器上 在任何一个浏览器上 但凡document.body.scroll.left有值 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left一定是0 能懂我意思吧 它俩是互相冲组的 就是上面这个方法 但凡有值 下面这个方法 在这个浏览器上一定是0 下面这个方法 在这个浏览器上有值 上面那个方法 在这个浏览器上一定是0 能没有意思吧 所以它俩最好的用法 是怎么用 相加是不是就完事了 反正你要求值 哪个好使不一定 但是有一个好使 那一个一定是0 另一个是0 一个肯定好使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俩最好的方法 就是别管他事 IE8以下 你俩一相加就完事了 所以在任何一个 IE8及IE8以下浏览器 咱这么来使 document.body.scroll.left 就求横向滚动条滚动距离 scroll.left 加上document.document.element.scroll.left 就这样来用 能懂我意思吧 然后那个top的类似 也这样就完事了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他俩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块吧 你说这块值值 你看 就是求一个滚动条滚动距离 明明一个方法就能搞定的 由于兼容性 出来一大堆恶心的问题 所以说 讲到这 你可能能明白一些 为啥不让你背了 没什么用 也没人去考 谁这么无聊 考这种东西 既然说咱们都已经懂了 懂了之后 咱们封装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旦调用 就可以实时的 给咱们返回 当前滚动条滚动的距离 那懂我意思吧 封装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 getscrolloffset 不是咱写吧 现在写 function 写一个function getscroll 叫offset offset是尺寸的意思 能懂你对吧 就是求滚动条滚动的 这个尺寸 这个方法调用完了之后 一旦咱们有学校 一调用 一调用完之后 它返回值 返回一个x和y 这个xy分别代表 这个滚动条滚动的x 就是距离和y就是距离 这样是不是就完事了 咱想用的时候 调就完事了 对吧 自己封装一个 咋写 是不是当 你window.pagex offset好使的时候 那我当然选择用 最新的方法了 对吧 return return什么 一个x x是 window.pagex offset return y return一个对象 对吧 对象 y offset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对吧 iOS不好使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还得return return啥 也return一个对象吗 来听我说 我这块再强调一遍 以前我说过 我说咱们这个 写程序 尽量符合 这个linux写法 linux写法 就是把这个大括号写到这个整个程序的后面 不要这么写 对吧 就不要这么写 其他情况下 你要不按我这么说的也就罢了 但是一旦return的这个情况下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么写 你要这么写的话 可就return不回去对象了 它return就是安迪范的空 能不能为是吧 因为系统会自动在每一句的后面 你要不写分号 它自动给你加 它认为一个return就是一句 它自己给你加分号了 能懂意思吧 好 行了 这块拿写 f字等于 document.body.scroll left加上document.document.element 然后逗号y等于document.body.scroll talk加上document.document.element ok这样就完事了 所以任何一个时候 你求给我反过这个东西 它都是好使的 那试一下 比如说get 所以现在啊 我往下滚一滚 旁边这个左侧 往这个这个这个 横向滚动条 滚一滚 getscroll offside 咱自己写的方法 一定要用一回车 它给你反过一个 x滚动这么多 y滚动这么多 对吧 咱们现在用的肯定是 上面这个window 对吧 现在我要window这个视效 0and 这个东西 视效是不是肯定用下面这个吧 你看用的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它肯定是有值的 你在任何一个版本浏览信 它都是有值的 对吧 ok 这是封装完一个方法 把这些封装完的方法 最好把它放到一个代码库里面 我在我的桌面上 建立一个代码库 叫tooth.js 其实这很简单吧 你新建一个gs文件 点gs文件 起个名 tooth.js 然后双击 这是之前 之前讲完课 这个封装 就是讲完之后 把它扔到这边 讲完之后 把它扔到这边 然后形成一个库 咱们再想用这个库里面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怎么办 是不是引入 在上面对吧 在上面 script 然后呢 src tooth.js 这样的话 这个tooth.js 也被引入到这个 Altim文件里面了 由于这个script 由于这个gs和gs之间 是不是在一个页面里 它可以互相访问 所以相当于在同一个域下吧 所以引入进来 就相当于写到页面里了吧 一样的吧 这是工具库的一个引用啊 咱们后期会经常有那种工具库 行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搞定了 OK 看第二页 第二页不求滚动条了 求什么呢 求这个可视区窗口的尺寸 听我说 叫可视区窗口的尺寸 啥叫可视区窗口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不是整个 咱们能看到的 全是可视区窗口 对吧 不包括上面这些工具栏什么的吧 是不包括这些 只是说 其实可视区窗口 咱好好理解一下 我这么给你解释一下 可视区窗口 就是咱们编写的 html文档的 能看见的部分 能懂我说的意思吧 可视区窗口 就是咱们编写的 html文档 这个部分 html文档的部分 包括这个导航栏吗 包括地址栏吗 不包括吧 包括控制台吗 这个的可视区窗口 现在多大 是不是就左侧这一窄条 就这条是吧 我控制台不是吧 控制台不属于咱们 html页面一部分 对吧 这是控制台 这是程序的一部分 行了 说一下 可是现在咱们可以求 可视区窗口的一个尺寸 这个东西后面 肯定是大有用处了 这个可视区窗口的尺寸 基本分为很多的方法 首先来吧 还是W3C标准的方法 叫window.inner width 和window.inner 这个inner inner height 看一下 现在window.inner width 回车 239 怎么这么巧 我把它调回正常尺寸 这话我说一下 我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咱们利用 咱们鼠标滚动轮 加上control的方法 放大页面 或者说control加减号的 这个方法 放大页面的话 咱们这个页面的 这个尺寸 也会跟着一起去拉伸 所以你求的时候 这个尺寸会变小 能懂我意思吧 就像你把这个一个纸 你拿这个显微镜去看 其实你看的 你视觉上这么大个 其实它就一毫米 能明白意思吧 这块也是 刚才我拉伸的很大 你本想 这个横着平 它不可能239 再求一下 是不是597 还算正常点了 对吧 因为刚才我放大了一倍 现在咱们看到的 可视区窗口的一个宽度 是597像素 这是100% 这是正常的一个 100%页面的宽度 我没加 我没给它放大 我没放大 再看window.inner head 回车 825 这是825的高 597的一个宽 现在我把这个尺寸 我往这头转一转 然后我再求 window.inner width 变化吗 必须变的 是变成这个了 对吧 咱说正常这个浏览器的宽 咱看看我这个屏幕的宽是多少 这个浏览器可是窗口的宽 inner width 1440 其实1440是一个标准宽度吧 咱写网站写时间长之后 你会明白 1440是一个标准宽度 原来的一个网站标准宽度是960 现在是一个1440的宽度了 你的浏览器上 可能说咱们电脑大小不太一样 我的电脑大小是 说是15寸的 实际好像是15.3不15.4吧 这电脑屏幕不一样大小 无所谓 最后它显示的 它显示1440这个宽是像素的宽 就是有1440个这个像素 1440个像素啥概念 你就是这么大点的屏幕 也可以出来这么宽的 就是也可以出来1440这个像素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像素它是一个相对单位 可能在有的电脑上它像素大 有的电脑上像素小 所以你别看一个屏幕的大小 不见得我屏幕这么大 你屏幕这么大 你球来数 还不一定比我大 这能懂我意思吧 球来数不一定比我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在咱们的浏览器上 你的这个球来宽度的大小 一般都是1440了 好了这是两个方法 inner width和inner head 这俩当然太好用了 咱就先这么着吧 然后往下看 i18和i18以下 i18 i18以下能用的 就刚才是i18 i18以上的 这个是i18 i18以下的 这个以下的吧 这块又有一个新的说法了 以下的是两个形式 说在标准模式下 上面这个方法好用 在不标准模式下 也说怪异模式下 下面这个方法能用 这块我就得说一下 什么叫标准非标准模式了 咱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就说 这块我先简单的说一下 咱们后面还有一节课 专门讲这个标准模式 和不标准模式 讲这个上面的DockType的 咱们学了这么长时间 一直咱都忽悦了 页面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AXM文档 咱们现在所理解的是 这个以下的东西 这个以上还有一行 对吧 以上还有一行 我从来之前都从来没有说过 因为那时候之前说过 你也不理解 这个DockType是干嘛的呢 它其实起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如果把这个DockType 删了 如果把这个DockType删了 这个浏览器 它的渲染模式 就变成了怪异模式 如果把它加上的话 就变成了标准模式 这个标准模式 和怪异模式干嘛的 我给你讲一下历史的问题 问大家个问题 IE4和IE5的语法规则 是不是肯定是有点差别的 IE6和IE7 凡是这个版本的一个提升 它肯定是摒弃了一些之前的东西 然后兴起了一些新的东西 对吧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所以两个这段期 它的语法规则 包括它所容纳的一个规则 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那这样 大家想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我生的时代是2001年 2001年 这个 比如说2001年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东西 是开发阴调 那个时候IE6刚刚诞生 我所符合的语法 完全是IE6的语法 能懂我意思吧 而这个网站 我写完了之后 不可能一年之后 它就作废了 有可能说这个网站 存在个两三年 能明白我意思吧 我写完这个网站 好存在两三年 哎不好意思 半年之后 2001年 半年之后 IE7诞生了 大多数的用户 采用IE7浏览器 来浏览我之前 写的那个网站 能明白我意思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有冲突 我那个时候 写的部分语法 和写的部分的一些代码 是根据IE6的习信来写的 你现在拿IE7 来访问我这个网站 势必会存在一些不兼容吧 不兼容 是不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能明白我意思吧 那有这些问题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怎么办 重写 那是不是浪费 很大的一个效率 对吧 就我之前写的 榴卵器东西 我不能现在用了 而且现在榴卵器 更新接待这么快 你让我怎么办 对吧 你不能说每个都重写 那能浪费多大人力 所以后来 大家研究出了一个模式 说可不可以 有一种模式是这样的 即使是IE7 来访问我 给IE6写的这个代码 它依然是可以 按照IE6的语法规则 去渲染这个页面 就是IE7 你虽然说你非常强大 但是我不用你 跟那些强大的功能 你把你的语法 给我退回IE6 正常识别我那页面 能不能办到呢 后来大家研究出一个规则 就要让浏览器 除了标准的渲染模式以外 还要有一种渲染模式 叫怪异模式 这个怪异模式的 唯一一点用途 就叫向后兼容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IE7启动了怪异模式 它符合的语法规则 就不再是IE7了 是IE6 能不能用意思吧 就是为了兼容之前的 一个语法规则 所以浏览器 浏览器它有两种渲染模式 什么叫渲染模式 渲染的意思就是 我识别这个语法 并且把它绘制成页面 能不能用 有两种渲染模式 每个浏览器都有两种渲染模式 一种渲染模式 我们管它叫做标准模式 就是正常的 标准模式 另一种渲染模式 我们把它叫做怪异模式 也叫混杂模式 这个怪异模式和混杂模式 一经启动 它所识别的语法 就不再是最新的语法 而是之前的语法 试图去兼容之前的页面的语法 能懂我意思吗 这个根据浏览器的 它的兼容的一个区间所不同 比如说现在最新的谷歌浏览器 能兼容之前五个版本的 那再往前推一个版本 就再往前 比如说现在是 我举例了 比如说现在是37代 谷歌版本的浏览器 它能支持32代到36代 比如说现在是36代 它可能支持31代到35代 每个浏览器都不太一样 但是也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 比如说谷歌浏览器 它基本上之前的和现在的差别 是微乎其微的 你基本上都碰不到 唯一这些混杂模式 有那么一点用处的 就是IE那么几个问题 就是仅仅存在那么几个问题 需要启动这个混杂模式 一般情况还是不需要的 就没有说造成那种天翻覆地的 翻天覆地那些变化 就是IE6和IE7 就跟两个浏览器一样 没有那种情况 就是差别是有的 特别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但是即使是这特别少 它没给它研制出一个混杂模式 这个方法 就是兼容之前的一个语法 所以这块有了混杂模式 怪异模式 怎么启动 启动方法特别简单 你想让你的浏览器 启动混杂模式 你把头前这行删了就完事了 这叫混杂模式了 一保存混杂模式了 一出来就这个标准模式了 能懂我意思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具体上面这个东西写的是啥意思 咱们后期还会再讲的 这个叫 它叫文档类型 它叫DocType 它叫DocumentType 它叫DocumentType 叫文档类型 也叫DTD DTD 叫DocumentType 后面一个叫Declaration Declaration DTD 这个DTD分为很多种形式 这个是咱们具体后面的知识 很多种 这个是最新的 叫HTML5形式DTD 也是最简化的 之前那个DTD要写好几行 这个是最简化的 怎么来生成这个东西 比如咱们现在写 你下完那个Emas插件 对吧 下完Emas插件之后 你写HTML5 一生成就出来这个东西了 一生成就出来这个东西了 好了 继续回归咱们的知识 然后这一块你看 在标准模式下 我们想让Ie8 其Ie8以下浏览器 想访问师口的一个尺寸的话 用这样的方法 叫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WithClientHat 咱现在是标准模式下 咱看一下标准模式 咱现在是 Ie8 Ie能用咱们也能用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 ClientWith 回车500 这么巧吗 Window.InnerWith 还真是 还真是 然后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Hat Client什么意思 Client什么意思 Client是计算机标准用语 客户端的意思 客户端 就是该客户端的高度 其实咱们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问 我问一个我一个朋友 他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了 我问他 我说 我说给你看看我们的代码吧 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 我说如果一个美国人 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 这个美国人 包括英国人 他来学这个计算机语言 他会不会比咱们 记住更快一些呢 后来他得出结论是 根本就不可能 对吧 你计算机说的话 根本就不叫人话 你知道吗 就跟咱们拿这个不是人话 的汉语去写东西 你根本就记不住 因为他平时拿人话去说话 对吧 所以咱们记住这种东西 可能说比他们 还有点优势的 亚洲人确实挺好 你算中国人 中国这种 中国的语言 这个发音模式 你知道中国这个语言 这个发音模式 给咱们塑造了很多的基础 咱们亚洲人 尤其中国人 数学能力一定是世界最好的 你知道这事吗 一定是最好的 跟你讲 你就像美国的一些本科 包括这个Stanford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你像MIT啊 Huffle的这些 这是顶级学校啊 他们的数学 大学的数学能力 就相当于咱们高中 不对 我说错了 他们大学才 他们大学才学 一元一次函数 就是x加2等5 试问x的多少 算半个点的3 对吧 就这种东西啊 他们直到研究生开始 他们的数学能力 才有一个直线的一个标准 才学什么 这个V积分啊 24积分 三积分啊 这种东西 才学这种东西 因为他 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种课程模式挺好 比如现在大学 咱们确实数学能力 比他们强一大阶 咱们任何一个大学生 就学的最次大学生 去美国给他们上 去美国同样的大学 顶级大学 去给他们上数学课 照样上不了 你有高中的水平就够了 照样能给他们上大学课 但是咱们现在最可恶的一点 就是咱们大学的时候 学的那些东西 一次积分啊 微积分啊 什么那些高数啊 你知道干嘛用的吗 都不知道干嘛的吧 那些东西是算金融模型的 对对对 不化科对吧 咱有唯一的目的不化科 目的性趋劲非常强啊 所以他们在研究生的时候 他们明白啊 原来这个东西我是需要的 我研究物理需要这个东西 我研究金融需要这个模型的 需要算这个概率的 需要算盈亏比的 必须用到积分了 那时候他们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目的性 包括一个需求性 推动这个学习的 这个能力他非常强 所以他导致这个学习模式 是很好的 但话说到底啊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形 是学数学最好的 你知道一个 人脑的一个定律是 我们能记住 2.7秒以内 能读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读一个数字 咱记录一个八位数 一个电话号 咱很轻松的读一遍之后 记住了吧 对于英国人 美国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比如说你读 123.6.7.8 咱一秒钟 基本上都读完 对吧 你试试拿英文读 你好好试一试 对吧 从一读到八 你试试需要多少秒 一旦2.7秒以内 读不完的东西 咱们的心算能力 口算能力非常强 它们就跟屎一样 能读一个吧 确实是这个东西 确实是这个东西 对吧 说点可爱的 然后在怪异模式下 咱们所采用的方法 就是document.body .client位置 body.clientheath 就是怪异模式和标准模式下 就差一个documentelement 这个东西 稍稍记一下就行了 或者说我写个版书 你把你的版书 弄到你的笔记里 可以了 都可以都行 然后咱们封装方法吧 在封装方法之前 咱们应该考虑个问题 咱基本上分为两种 这个情况 一种eath是 如果你是IE9以上的 iOS是IE9以下 对吧 但是iOS里面 还有一个eath iOS是啥 你是标准浏览器 你是标准模式 还是怪异模式 这咱怎么判断 咱是不是现在还没法判断 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document上的 document上的属性 叫compact 叫compact mode compact是兼容性的意思 compact mode 一回车 它返回的内容是 cssecompact 就是告诉咱们 这是标准模式下的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当性情况 是标准模式 如果我把它刷了 保存刷新 再来 你会看到 这个时候 它返回的内容是 backcompact backcompact 就是向后兼容的意思 向后兼容 bycompact 是吧 咱通过这个文案 来区分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 来 封到一个函数 叫getview getviewport offset viewport 可是去双口的意思 来吧 怎么来 先是window.inner 位置 有的话 那自然就好了 有的话 直接return 宽度是window.inner 位置吧 诶 写错了 高度是window.inner height 然后else else这时候还得判断吧 还得来个if if document.compact mode 等于等于等于什么 backcompact 一种情况 else呢 是不是另一种情况 back的时候 return 这个宽度是window.net 来看谁能记得住 诶 是window吗 是document.net 啥 body吧 什么怪模式 body对吧 然后呢 client 位置 这块是document.body.client heat 然后到这块 return w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 with heat 去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 heat ok 好了 没问题吧 咱测试一下呗 保存 刷新 来这个方案 这个方法叫 guys will hold offset 灰车 是不是585 没问题吧 这是肯定跑到第一个里面去实现了 对吧 不让他到下面那个实现 咱现在是 咱现在怪模式吧 对吧 是怪模式吧 嗯 嗯 然后再来 是不是也好是怪模式的 对吧 再刷新 我把那个东西贴上 碳号 啊 哎 碳号 到菜了 这个刀菜不去写大写写小写的无所谓了 都写 刷新 再来 也是585 没问题吧 就是怎么着 是不是多好使啊 啊多好使呢 ok了 没问题了 这个把它保存起来 把零去掉 保存起来啊 当作一个方法来使用啊 ok 这是这个DOM基本操作的第二条啊 DOM基本操作的第二条 然后第三条啊 能查看 我们通过这个能查看一个元素的几何尺寸 这有一个方法哈 比如说一个元素几个水面写个元素 比如写个div div里面呢 咱写一些这个宽和高什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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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给他加个位置啊 position absolut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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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点到这给他加个位置啊 这是个红色方块的个位置 100100的一个位置 包括100块100高 mo 然后现在啊 咱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能返回给咱们的一个内容包 这个内容包里面包含了 这个元素所他所呈现的一个宽高位置的一些信息哈 咱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为你放大 它是任何的盗目元素都可以调用的一个方法 就天生就有的一个方法 盗目元素也可以啊 就是你把这个div选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盗目元素了 然后可以调用什么方法呢 叫get bonding client react 这个方法读起来有点小长 get bonding client react 这样的一个方法 咱试一下 所以现在我想把这个div选中 选中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知道通过这个方法 我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div 它到底有这个什么样的宽啊 高啊 位置的一系列东西 by tag name 来 现在div.get bonding collide collide react 这个req是什么意思 那个square是什么意思 都是方块的意思吧 都是方块的意思吧 一个是矩形 一个正方形 对吧 那个square应该是正方形的意思吧 这个req才正方 一个矩形的一个表示方法啊 来 div调用一个方法 调完这个方法之后 我来看好啊 我一按回车 它会返回给咱们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包含了 这个红色方块的几乎一切信息啊 回事 它给咱们反复一个对象吧 这个对象是叫一个这样的名为对象 这无所谓 公关入名啊 看里面的属性 里面的属性 它有个bottom bottom是下底 底是200 head是100 left 咱先看一类的吧 bottom200 left是100 right是200 top100 什么意思啊 bottom是200吗 咱们是距离上面100像素 这个高100像素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的底边是不是在200像素的位置 它的左侧边是不是在100像素位置 右侧边在200像素位置吧 其实它这个四个方向 是这个四个边的一个像素位置 对吧 四个边的一个像素位置 换句话 它求的是左顶点和 它求的是左上这个点 和右下这个点的坐标吧 是不是100 100 200 是不是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还有两个信息 这两个信息 一个是位子 一个是head 也说这个方块的宽高 以及它的位置 是不是咱都可以求出来 这是get morning class rack的一个特点啊 它可以返回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它的兼容性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该方法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包含有这些个属性啊 然后这些个属性呢 就是说 这个left top代表什么什么坐标啊 反正我都解释了 这个代表什么坐标 然后有一点啊 有一点是什么呢 head 它里面是包含六个属性 这是吧 六个属性 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head和width 是不是求尺寸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点 对吧 两个属性 在IE里面没有 这个width和height在IE里面没有 那如果在IE浏览器里面 我想我还是想通过这个方法 求这个方块的宽高 咋办 这不减就完事了 你都告诉我右侧边的距离了 左侧边的点在哪了 是不是右侧边减左侧边 right一减left 还是说得那个width 保测我们一减 套法还是等那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这么 就一减就完事了 减就完事了 好了 这是一个特点 这个方法 跟我说 这个方法是ES5的新方法 我们只作为了解就可以 你用不着死经被 换句话说 都用不着 没有用 因为到后期 咱们求一个方块尺寸的方法 太多个了 比它好用的有的是 一会儿能出现比它好 然后最后一点 它返回的结果并不是实时的 就是它返回的是这个方块 此时此刻静态的写照 静态的 你懂我意思吧 什么叫静态的 比如现在 我拿一个box来储存 这个div getBondingClientRack的一个结果 getBondingClientRack的一个结果 储存好了 是不是这个box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包含了很多数据 对吧 现在我让div.style.width 改变改变成200 通过这个方法 我就可以改变它的一个宽 这也是今天咱们后续的一个讲课内容 叫间接的改变js 间接的改变css 反正现在它的宽是200小速了 能看了吧 但是我现在依然访问这个box 你看你发现了发现 是不是值和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是没有变化的 head还是100 位置还是100吧 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200了 对吧 说明它是一个静态写照 行了 这是giborningClientRack 你了解GS里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方法就行了 只不过GS里面提供了很多方法 这个方法 方法之间难免会有冲突 难免会有一些方法 让另一些方法成为永久的不可能开启的方法了 这么看啊 然后咱们先讲这一点 先讲这一点 既然说的说了 有一些方法肯定会让另一些方法成为报废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 offset位置 offset height 就是让刚才那个getBorningClientRack 变成永远报废的一个东西了 咱看这一点 这是干嘛呢 这一点也是查看一个元素的尺寸的 只不过这回查看这个尺寸 那是方便多了 还是这个div 还是这个div 这回div 我想知道这个div的宽 有一个方法叫div点 就是任何盗目元素都可以调用的 点什么呢 offset 位置 回车 他给你反回100 div点 offset heat 他给你反回100 就这么方便 能懂得是吧 就是你求的宽高 就这么方便 你求的距离什么left top什么 一会咱们讲那个访问css数 那更容易了啊 这是查看元素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offset位置 一个是offsetheat 咱现在探究一下啊 咱现在不往下讲探究一下 求他的width和heat是这么求 那他到底求的是什么样的width和heat呢 是他实际的内容区的宽高 还是这哥们长的看起来那个宽高 比如现在我给你加点 heading 咱们加个padding吧 padding就能验证一切了 现在我在div.offset位置 返回的应该是啥 是100啊 还是 还是啥 几百 200还是300 300吧 300 是100还是300 300 那我就想求他内容区的宽高 啥子 啊 剪他的padding 那你现在咋知道他padding啊 不知道他padding吧 所以现在已知的方法是不是不行了 但咱看一下刚才那个东西啊 div.get morning clientreact 看他返回的 是不是也是300和300 就这俩哥们返回的方法 都是这个div看起来是啥样的吧 那么既然你俩的功能完全一样 那是不是offset位置就完全把你取代了 对吧 是不是get morning clientreact 这方面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吧 然而哈 咱真正能求这个里面的内容区宽高 只不过咱需要 后续的指示 比如说div.hat div.style.hat 这是间接的来访问他的css 就能求来100小速了 这是可以的 只不过需要后续的指示啊 就这块 咱们求一个元素的尺寸 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叫offset width offset height 这俩求的是视觉上的尺寸 误会的吧 视觉上的尺寸 当然了 不可能包含margin 对吧 不可能包含margin 然后再往下看 我应该把这些ppt直接就往上挪 挪到这来 不会这么讲 看着 还有还能查看元素的位置 查看元素的位置 查元素位置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dom元素.offset left 和dom元素.offset top 试试吧 还是他 再来div.offset left 求完之后 是不是100 div.offset offset top 是不是也是100 这都能求出来吧 没问题吧 这能求他的一个位置 但这两方法吧 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理想 听我说 没咱们想象那么理想 比如现在 我把这个div拿出来 放到另一个div里面 这个div呢 比如说宽 宽300 高300 然后有border 两像素solid black 然后也有position 是relative relative 然后top100 left100 好 这个div里面装了一个div 里面这个div呢 不让他有300这么宽了 把这个拍定去了 保存 是这样一个div 能看懂意思吧 为什么这个里面这个div 会在外面这个div的中间 在他中间 因为咱设置的是 里面div的left和top的100 100吧 而绝对定位 absolut定位 是相对于 他有定位的负极定位的吧 正好外面的div 是不是有定位 所以他在这吧 那现在我想求 这个红色的方块 在页面里面的位置 其实他在页面里面 的位置现在应该是200 200吧 对吧 然而咱们求这个div 代表是红色的 代表是红色的 还好 哎 啊不对 不对啊 不是代表红色的 这会得是1的吧 这种听我说 这种欠套的div 他的顺序 虽然说可以是 虽然说你选的时候 他肯定是先选外层 再选里层的 里面这个是1 但是 咱们选这种div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不要出乱子 还是说给他加一个class吧 给他加一个class 比如说里面的叫demo 通过get by class的方法啊 来 这个div 这会是里头div对吧 现在这个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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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他就是100%像素了 懂我意思吧 他求的不是说他相对于页面那个位置吧 他求的是啥 是相对于他负极的位置吧 是相对于他负极的位置 然而这一块吧 我相信大家理解的是 我相信大家理解的是 里面这个红色的方块 你首先得有定位 然后你在相对于你负极的那个位置 才是咱们求的这个值对吧 如果你没有定位呢 如果他这个中心的位置不是通过改变他的left和top改出来的呢 是通过改变margin改变出来的呢 这和咱们之前学的只是好像有点差别 咱看看啊 看看 是不是他现在也在这 那这个方法还好使吗 看 还好使吧 是不是还好使 所以这块我解释一下 听我说 这个offset left 听我说 这个offset left 他的求法 offset left 他真正的含义啊 听我说 是忽略自身是不是定位元素 不管 听我说他不管自身是不是定位元素 他求的只是这个元素距离他有定位的负极的距离 不管这个距离是怎么生成的 你是margin生成的 还是定位生成的 那我不管 但凡有距离 我和这个有定位的负极 有这个距离 他就会把这个值返给你 能懂我意思吧 刚才我们通过left和top给的定位 这个红色方块定位到中间的吧 现在我是通过margin定位的吧 对吧 咱们按照原来那个逻辑 就是按照咱们一开始学定位那个逻辑 只有说定位那个东西才有效对吧 那个时候是哎 你这个margin什么的我不管 那不好使 这个时候不是了 这个时候人家求的offset left 听我说这个offset left 这个left指的不是定位的那个left 他就是求的横向上我和你的距离的那个left 这是表示一个方向 表示的不是语法的东西是吧 就是你看啊 我这块 你别说是拿这东西来隔出来的了 你就是拿什么其他的东西 拿这个后期咱们学那个flagbox 拿什么其他的 但凡能跟他隔出来距离 不管你是定位还是不定位的 他都能求来这个距离 能有意思吧 但是他有一点关注是啥 红色方块关注的是 外面这个方块是不是他有定位的负极 如果是有定位的负极 所以这块语法有点绕 所以我给他总结成文案了啊 说对于无定位负极的元素返回相对文档的坐标 对于有定位负极的元素返回相对最近有定位负极的坐标 是不是这一句话都没强调他自己是啥 不管你自己是啥 但凡你距离你有定位的负极有距离 我就把你的距离求出来 这就是offset,left,offset,top的一个特点 我意思吧 说没问题这话 不规则 五角形 是这样的 咱们 有不规则图形 咱后期比如说五角形 六芒形什么咱都能做出来 但不管这个图形是多么不规则的 一定是由规则图形变换出来 咱们后期会有这种扭曲的方法 CS3里面有扭曲 包括给它变成圆角 斜式 压扁什么的 它都是有原来的一个中心轴的 它会从原来的那个轴来求的一个距离 看看原来的一个 就是你什么图形变的 你觉得还什么图形的原来的东西来 而且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圆吧 咱们把一个方块变成一个圆 它变形的原理 不是说在这个方块的外部 它不是吃胖了 是给它消瘦了 在一个方块基础上 给它消成一个圆的 所以它对于 它对于外围轮廓的一个边边角角 它是没改变的 它不是吃胖了 给它鼓成一个圆 不是那样的 鼓成一个圆 它是个宽高的增压了 对吧 它是把这个距离一个方块 都给它消成了一个圆 能没有意思吧 所以它那个原来的位置是没改变的 好了 这是一个 咱试一下 咱试什么呢 我把它外面这个复级 也变成不定位的 你不是乱了修吗 我给你变成默认值 默认值是啥 position的默认值是啥 是不写是默认值 但是默认值也能表示出来 是static 我没说过吗 你们不记得了吧 默认值是static 是静态的意思啊 static 然后把这个left top的 既然都改成 都已经写成默认值了 你这left top 已经就失效了 就没用了 然后咱们再来margin left 100像素 哎呦 这咋写 我写麻人套 我不好使啊 我是为啥不好使 就塌陷了 对吧 你这垂直方向 你写完之后你看 我看 哎怎么好使我看 一个div 外面套一个div 我把这个static去掉 我看 保存刷新 哇 这么不可思议啊 啊 你为啥好使了 为啥好使了 不加border了吗 不是加border了吗 咱们有边了吗 咱们说加border top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然而实际上不允许怎么加吗 不是 咱已经太阳塑都给加上了吗 加上也行哈 那正好 这个问题好 好了 加上之后那挺好哈 那现在咱们再求哈 再求 div.offsetlab的 那这回你猜出的是啥 你猜出的是啥 你猜出的是啥 你读这句话啊 对于无定位负极的元素 就是这个负极他没有定位 返回文档坐标吧 啊 返回应该是啥 那个蓝迅呢 灯火蓝迅 返回是啥 那个随权呢 啊200 有不同答案吗 有不同答案吗 这咋熊虾子皮包米的啊 我给你解释一个 200不用我解释的 你们都懂对吧 那10哪来的 我10里面我给你解释一份哈 那两像素是那个编具 编块的编具 有一个两像素的编块的编具 那border 两像素 那8像素你自己找 哪来的8像素 是不是包底里面有一个margin8呀 是不是包底里面有margin8 是不是8像素那么来的 对吧 啊对不对 包底里面有一个默认的8像素 咱说没去那8像素 那你横着的 他不是累加吗 横着的像素 对吧 横着的margin不累加 他肯定有这个啊 对吧 行了 再来一个啊 来marillo 问你个问题哈 offside top 还是2001啊 确定吗 202 嗯 嗯 为啥202 上面是不是重叠了 上面也有那个8 但上面那个8和这个外面那个 上面那个8像素和外面这个div margin他限掉了 他俩重叠了 看一下 这是不是 看这是包底吧 哎 这包底这么来显示他就跟这下来了哈 反正不管他跟这下不下来吧 是不是这俩 你看这俩margin是重叠了 就是包底的那个纵向的margin会和这个外面这个他重叠的 你看这个margin能看到吧 上面的他会margin他现在他俩 所以是上纵向的是202 横向的 忘了咱们的数据你个例子了啊 对吧 横向的两margin是能相加的 纵向的肯定会出问题 对吧 纵向肯定会出问题 好啊 挺好 ok 这片没问题了吧 有问题啊 后面讲完呢 然后还有一点啊 怎么能求咱们的有定位的负集 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 stom.offset parent 能把最近的有定位那个负集把它求出来 而现在这个div 这个div有最近的定位的负集吗 没有吧 没有的话 那那不好意思了 没有的话 看一下是啥 最后反回的是包对吧 是不是最顶级肯定是包对了 包对 你说包对还能有这个东西吗 肯定是没有了吧 因为他反回 因为上面也没人拦着 大家都不是定位 那反回肯定是最顶级的对吧 最顶级的反回的是包对 如果这个有定位 如果这个 他有定位 叫position 我给他加没用的定位啊 ok 现在div.offset parent 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反回他上面那个div 是反回他 对吧 这个方法能求有定位的一个负集 ok 行吧 这片算完事了 然后这片留个小作业 这个回忆起啊 这个回忆讲一讲 我想求任意 重手 我想求任意一个元素 它相对于文档的坐标 我给你个元素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有定位的负集 我还不知道它有多少层有定位的负集 反正我给你个元素 我要让你求出来这个任意元素 它在文档中的坐标 那没有意思吧 那这个思路是啥 它在文档中的坐标 比如说这个元素 它就是长着这个样子红色的 它就在这 我去想让它 我去想求它在文档中坐标 当然你得利用这个offside什么种东西 求啊 那怎么求 怎么办 思路是啥 那是求live 怎么求 咱是不是得先看 先看啥 先看它有没有有定位的负集啊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先求来它距离它有定位负集的那个距离 然后再把视角换到它有定位的负集上 看看它那个负集上面还有没有有定位的负集了 对吧 是不是得一段一段的夹 一直夹到最后 是不是采取的方法就是一段一段的夹 这是个循环地归的过程吧 一段一段来 回去写一写 回去写一写 一个这样的方法 明天我给你齐好了 叫getelementposition 封装一个方法明天给你齐好了 这个以后咱们会用到的 getelementposition ok 然后往下看 下面这页 这页讲完之后咱休息会儿 这页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今天最有意思就是这页了 他们做出来很多好玩的东西 包括咱们那自动阅读那个阅读器 是否咱看看 然后咱看 这页里面那些方法 它不是求什么信息的 之前咱们是获取信息 我就看看这滚动场滚动距离啊 窗口啊 元素尺寸啊 都是获取信息的对吧 这页上的东西是操作的 window上面有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呢 叫scroll 括号 scroll2括号 和scroll5 其实这三个方法 就是俩方法 前面这俩是一家人 前面这俩什么叫一家人呢 就是 你用老大也行 用老二也行 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实现功能一样的 我先讲一下吧 先看这个scroll 和scroll2 它俩干嘛的呢 我window点scroll 它能让滚动条滚动 当然我现在是没有滚动条 对吧 我让滚动条出来点 咱就让它出什么呢 br吧 br乘以100 ok 有滚动条了 这个scroll 里面可以填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代表让x轴 做表 让x轴滚动条滚动距离 第二个是让y轴滚动条滚动距离 有没有意思吧 第一个x轴咱没有 咱填0了 y轴咱填10 回车 它就会走到010 这个滚动条的一个坐标的位置 就再执行一次 它不动再执行一次不动 说明啥 说明是它让滚动条滚动到了当前位置 而不是累加滚动当前距离 有没有意思吧 好 来来100 是不是它能让滚动条滚动到100的距离 就你看滚动条100的像素才这么点 还这么点 来 来来500 滚到500的距离 它是不是滚到这了 你反复执行了500 它也不动地方对吧 除非你把它拉到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你再执行500 是不是滚动条会跳到500的距离 这是scroll的一个用法 window.scroll和window.scroll2 没有任何差别 是一样的 这块你填个0100 它也是一样 它也到这 你在反复执行它也是没啥问题 兼容性的两个也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两个包法 它可能一开始 它可能一开始出的时候可能是 比如说es的1.0和es2.0 它一样出了一个方法 但是到3.0会多好使的 可能是这样的 反正这两个方法你使哪个都行 你要嫌麻烦的话你记个短 记个scroll对吧 行啊 你要愿意记的话记scroll吧 但我平时我用的时候我都能记住这个scroll2 可能说对scroll2好记点 你想啊 这个和这个还少俩单词呢 少俩单词是不是少了两个字节 对吧 少俩字 脑容量从来两个字节对吧 能记点其他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方法叫scroll by 这个scroll by和他俩有点距离 scroll by和他俩不一样 但是写法上差不多 咱看一下scroll by什么东西 还是window.scroll by 第一个也是天然的是x走的距离 第二个天然是y走距离 但是他写的这个东西叫累加滚动距离 比如现在我写个零时 我执行一次这个滚动条会向下滚动10个像素 我再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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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一直往下累加 他不是滚动到哪个点 他是还要往下滚动多少个距离 能懂我意思吧 那我要写-10呢 滚上去 他是不是上去了 就是咱通过动态的改变滚动条 这样累加滚动的话 咱是不是可以调解他的滚动 对吧 OK 没问题 这是滚动条滚动那些方法 这个方法三个方法 功能类似 就是功能用法类似 都是把它传入 只不过实现了一个效果不太一样 区别是scroll by 会在之前的数据上累加 就是他的一个用法 然后咱们做点好玩的东西 做好玩的东西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scroll tool有啥用法 这个scroll tool 让滚动条滚动到当前位置 好像让咱们感觉上是没啥用 对吧 其实不然啊 我看看怎么办 行 给大家看一个先上的例子吧 和咱们第一个知识结合起来用啊 购物 搜啥呢 哎呀 谢谢天姐弟还有呢哈 行了看这啊 呃 这一个小程序啊 瞅着也是貌不经典的对吧 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啊 包括有很大价值这个E 因为它是我做的对吧 已经好些年了 还在哈 说明这个功能不需要改版 看啊 因为这个功能它很典型哈 非常非常简单的功能 你们现在就能做这个功能 弱爆了简直 它有个特别好玩的点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们在处理这方面需求的时候吧 产品性的一般会跟你说 说点完这个展开更多产品之后 它要展开更多对吧 要在当前页展开更多 但是在点回来之后 要回归到刚才的位置 有啥意思哈 比如说你要看新闻 新闻下面写的 查看更多新闻 你点开查看更多新闻之后 可能出来一百条数据 这一百条数据会把你的页面 增长一百条新闻的那个长度 能懂意思吧 然后你就往上翻那翻那翻那翻 翻到最后的时候 你看哎呀看的没意思了 然后这个人呢 还有点强迫症 强迫症的意思就是说 我都点开展开了 我必须点去收起对吧 然后你点下收起 然后他继续玩浏览其他东西 你才高兴对吧 然后呢你点收起 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现在啊 我把它点开 点开完之后 我把它挪挪挪挪挪挪 看到这儿然后点收起对吧 假如说你这个收起的时候 假如说你展开的这个 页面过长 你点收起 是不是这个展开的部分 会回去 回去之后 是不是他会把下面这个 你该看的东西给带上去 是不是把它带起来了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效果就不好了 对吧 这个拥护的体验不好 我还得给它拽回来 再看那个东西对吧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戏文 你看上眼了 看哪点 你光光往下拽 你一拽拽 就可能说 这好几百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对吧 好几百米的距离 然后你挖一点收起 这好几百米页面一下上去了 上去之后你还想看 你挖得拽回来对吧 现在我一点收起 我想的效果是点完收起之后 页面回到最开始我点展开的位置 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点收起 它是不是回到这呢 这是我刚才点展开的那个点吧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展示效果 啊 点完收起之后 回到我点开点点展开的位置 然后我是不是就能接着刚才没读的信息往下读了 这是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以免说它点收起之后 是原来的东西收起了 它把下面的页面是往上带了 以免这种情况出现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怎么实现的 这怎么实现的 点击效果你默认你会了 你默认你会点击事件了 咋办到呢 其实你说难吗这东西 今天再留个小读页啊 回去实现实现 实现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教你 今天我会教你怎么办啊 今天你回去试一试啊 回去试一试 就是点这个展开和收起 你可以把一个 比如说你自己写一个DIV的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可能高300 一点展开变成高1000了 一点收起又变回高300 是不是很简单的办到 对吧很简单的办到吧 怎么办呢这个事 我经常滚动前还回去 比如说一个长页面就要回去 你看现在我点展开 然后我还浏览到这了 一点收起 哎又回到这了 咋办 咋喻小晨 总地头呢 有想法吗小晨 懒须停课了 你怎么变六号了呢 你俩传递一会儿是吧 你俩传递一会儿是吧 来 回去吧 啊 给我怎么定位 怎么定位 哎呀不知道 说说想法 有想法吗 这堂课通就能解决这问题 很简单 哎不用了 不用了 来来来来 听我说 咱回顾一下吧 回顾一下支持点吧 咱第一个基本操作学的是啥 求滚动条滚动的距离 其实求的是滚动条的那个位置 对吧 是不是求的滚动条的位置 那不就是滚动条滚动距离吗 那能求出来 咱是不是可以把这数据先存起来啊 存起来之后 然后刚才咱学的这个东西是 有一个方法叫scroll或者scroll2 能把滚动条定位到那个距离去 定位到那个位置去 那不就是当你点开 当你点击看着 我往下移 当你点击这个展开更多品牌的时候 记录这个时候滚动条滚动的那个位置 对吧 是不是记住滚动条滚动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不管你怎么滚 我那个滚动条滚动位置是不是记住了 然后你点收起的话 回到你滚动条滚动的位置不就完事了吗 记录的功能不就是查看那个get的封装好的方法吗 回去那个不就是window.scroll2吗 你把那个数据添回去一执行不就完事了吗 多简单的问题啊 是不是很简单 真正是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很简单 就看你敢不敢用你学过的东西 这个小逻辑多简单 其实你把它你想复杂了复杂了也能做 算一下你刚刚就刚刚用户到底滚了多少啊 累加再累减 然后再怎么弄回去对吧 也能做 那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它直接就有东西能直接求 明白意思吧 直接就能求 稍等啊 接个电话 你好 哎呀这帮广告的真没意思一天啊 这是一个小功能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再拿这个screwby做一个小功能 screwby做不行了 大家之前这个用手机你们看没看过小说啊 看不看过文章什么的 小说里面都有个功能 叫自动阅读对吧 小说预案不有阅读系吗 尤其可以调什么灯光暗雨落对吧 我讲就是手机上的一切东西 什么这个亮度啊 什么这个一些东西啊 咱都可以调用 咱们去到后期的时候 这些个东西都有接口了哈 就包括你知道一些软件能利用手机打电话 你知道吧 直接你点点就是什么什么给外卖打电话 直接拨出去的对吧 这都是手机给这个软件留了一个接口 叫程序的接口 就是手机这块写好了一个程序 意思是你调用我接口 我就自己帮你实现打电话的功能 然后接口的那一段 你把电话号给我传过来就行了 是这个意思 手机留了很多接口 包括调什么暗雨落呀 震动与否啊 铃声什么的 他都可以调 咱写程序都可以调 要不然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辅助手机的软件 可以能应用的 比如三个零线软件 他能帮你找什么这个闹铃啊 他你利用他就可以帮你设置什么这个 一个壁纸这类的东西 因为手机给他留接口了 那东西是吧 任何一个程序都留了很多接口 电脑上也给咱们的程序留了很多接口 所以留了咱们很多 可以自定义这个程序的过程 听到意思吧 所以很多个 很多个软件就是在这些接口上所建立成的 如果这个电脑 开发这个操作系统这个人 没给这些这个编程者留那么多接口的话 那大家谁也不编程了 你也编不了 他不给你权限就编 这回事啊 咱现在可以做一个小的阅读器 阅读器实际很简单 不就自动阅读吗 自动阅读就是 他就往下自己翻页呗 这个意思吧 就自己翻页呗 好写吧 好写吧 我觉得好写极了哈 来 咱抽取点网页 对吧 你们喜欢看啥小说啊 啊 暴墓笔记哈 暴墓笔记 多像人的这个 字不太多哈 行 就这个了 保存 我进入一下他的文案哈 进入一下文案 复制一下 啊还是不少的对吧 还是不少的哈 刷新 嗯 啊保存 刷新 行还是不少的哈 再来点吧 再来一份 然后再来一份 再保存刷新 好了现在文字了对吧 现在文字了 有滚动条了哈 现在咱写一个东西 让他自动阅读 写之前呢 咱稍微复杂 因为因为自动阅读 这个功能太简单了 太弱了哈 咱得稍微加点这个功能 让他看起来美观一些 行吗 加点div 第一个div呢 比如说宽高 来个背景颜色 来个文字颜色 color 来个文字size 20像素 然后text align center line height 等于height ok 这样一个div 放到最下面了 然后 div 好这么多 然后下面呢 给他加个定位 定位是position fix fix定位 然后让他bottom 200 让他right 等于50 ok 他是不是到这了 到这太噁了哈 抽了 borderradius 给他加一个50% 让他美观一点 像这样 然后呢 再给你加个透明度 op city 0.5 有好多了 对吧 然后再加一个文案 叫start 哎呦 这太噁了 start 让他再粗一点 让他变成40像素 让他粗一点 point wait point 能看清吗 能看清吗 能看清哈 虽然说看起来标格啊 那还行吧 那么着不行 ok啊 这个start呢 咱把这个选出来啊 div 咱叫start吧 start 这个选出来 然后啊 虽然说咱没学事件了 但我简单写一下 出牌是吧 写onclick 就是当点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当他点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当点击start的时候 咱们就开始自动阅读 可以吧 咱们开始自动阅读 自动阅读呢 其实 我跟你讲说的很简单 因为单独写它 确实没啥意思啊 就是很简单 你说怎么样自动阅读 就是让滚动条慢慢往下走呗 按照你的想要的速度方法来走呗 对吧 怎么走 来个定时器 是不是一次一次反复循环 间隔时间式的 这个这个这个操作啊 只有setting tool呢 办到 是吧 setting tool里面来一个function 然后来一个100 是吧 然后每一次干嘛 window.scrolly 其实不写window也行 window.scrolly 第一个是x 第二个是10 出败对吧 保存刷信 当你点他的时候 哎呀 刷信一下 当你点他的时候 他得自己送了 就这么简单 就完事了 看到了吧 这是个自动阅读的一个功能 但你还可以加速啊 暂停咱现在没写 咱可以写个暂停对吧 咱可以写个暂停 来 就说到这来 咱来个暂停呗 ok 来个暂停 然后那暂停的让他 我的位置呢 位置 位置 位置来100是吧 就来个绿色的 好吧 来红色的吧 哪去了 颜色呢 来个绿的吧 是吧 来个绿 RGB 对吧 绿色的 ok 然后让他让stop stop 是吧 stop 让他俩留点距离吧 产生点霉感对吧 哪去了 50像素 行 来点距离哈 stop 然后把这个stop选出来 你们先考虑考虑怎么暂停哈 怎么暂停 是不是让timer等于他 对吧 让timer最快最开始最好给他负一个值 因为可能你直接点stop对吧 然后stop点 unclick 当他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就要 clear clear into 这不就暂停了吗 然后timer 出去完事了 所以现在 start 走 stop 是不是暂停了 还点start 他还开始吗 开始 因为每一次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当你点击 才执行这个方法 当你点击执行方法 他会重新来的 当你点击是不是出现这方法 然后stop ok了吧 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啊 既然说咱写了 咱就把这个东西写全 咱就看看编程是怎么编的哈 我多次点start的 你会出 你会看到出现问题了 点一次start的 没问题吧 再点一次 再点一次 他是加速 加速是好事 但是我不想让他这么 我不可控的加速 我没让我 我其实我不想让他加速 我想多次点start之后 他还是有来那速度 他为啥会加速 是不是产生了多个定时器 而且产生了多个定时器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他停不了了 你点stop 他只停了当前的那一个 等于timer那个 再点他也停不了了 他停的机制是去除那个timer 当你第一次执行这个的时候 好 他把他把就是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生成了一个setting table 附到timer里了 第二次再执行的时候 他新起了一个新的setting table 然后又附给了timer 覆盖上一个了 能弄也是吧 是这么回事 所以咱们最后要容易 就是兼容一下 我多次点击让他不好使 怎么办 多次点击不好使 必须是清了之后再点才好使 怎么办 加个开关呢 就是吧 这是一种开关式的思想 就是吧 这种编程方法叫加锁式的编程方法 咱是不是要加锁 对吧 点完之后才加了锁了 当取消之后锁才开 有没有意思吧 这是加锁式的编程思维 加锁式的东西咱就加一个key 这个key呢 一开始是除 就让一开始是除啊 当 就什么时候能开这个锁 就什么时候把这个锁关上吧 这块咱来一个锁啊 当你click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开启这个定时器呢 if这个key是处的时候 我才开启这个定时器 是吧 然后开完定时器咱们干嘛 把锁变成force 关上吧 开完就关上 啥事能把它再打开 是不是stop的时候再把它打开 这锁就打开了 stop的时候再办一件事怎么着 key等于出 这样就行了吧 对吧 这是一个加锁式的思维啊 点start 往死了一点 是不是它也不动 再怎么点它也不动了吧 当你点stop是不是停了 再点start 是不是开始了 是不是这就行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阅读器了吧 当然你可以给它调速度 对吧 怎么调速度 调速度的话 我建议哈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就是调速度的功能 怎么说呢 把这个 调速功能再起一个按钮 你可以调哪 调速度永远不是调这个time的值 因为我说过它不 它调不了 它没法动态调 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动态 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变量 你单独再设一个按钮 你点一下按钮 这个变量增加 点一个按钮 变量可以加加 可以减减的东西是吧 它可以变 它变了的话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它变的话加速了 这就是一个小功能 当然把它如果说咱写到移动端页面里面去的话 还是一个小的移动端页面的一个阅读器了 你看就像这样 其实这个速度还挺合理的 先回去试一试 这是一个小的移动端 好没问题吧 行了 利用下课这点时间 有时间的话 别有时间了 我看 先下课休息一会儿 然后把之前讲过这几页 我看看 把之前讲过这几页 能写一写就写一写 能写一写写 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 下课休息一会儿 下课休息一会儿